新闻夜线聚焦一天药文 我是张池 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全国各地医疗机构优化就医流程 分级分类救治患者 保障极微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本周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逐渐回升 今明两天 华北黄淮等地仍有霾 西南地区仍多降水 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出炉 全国14个地区 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000元级以上 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 中国智能制造的新名片 欧洲每10台新能源汽车 就有一台来自中国 新闻夜线正在播出 当前北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 仍处于关键时期 在这轮疫情的救治过程中 北京推行多年的分级诊疗体系 在扩容救治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以朝阳区为例 当地以医联体为载体 统筹辖区资源构建了分级医疗救治体系 及时发现救治或转诊老年危重患者 那么分级诊疗是如何高效开展的呢 来看 83岁的张建英老人 在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已有一周时间 前阵子因多日高烧不退 本身就有多种基础疾病 家里人担心大医院排不上队 而选择了住进了这里 实际上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住进这里 和张建英老人一样 在这次疫情中 有不少患者都是从大医院 转到北京的多家社区医院进行治疗 像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这样规模比较大的社区医院 目前开放了100张床位 设置有临床和医疾科室21个 拥有CT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下肢运动机器人等大型医疗设备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紧密型医联体 每周不仅有专家到社区医院做诊 还会根据需要实时进行远程会诊 紧密型医联体的建设 不仅仅体现在大医院 对社区医院的支持和传帮带作用 与此同时 社区医院能力水平的提升 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医院的压力 近10天左右吧 我们大概有400多名患者 是转诊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来进行这个输液和吸氧的治疗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大概108名患者 通过医联体转诊到二三级医疗机构 和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住院治疗 为了及时发现转诊老年危重患者 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根据病情对辖区内的老年人 进行了风险等级管理 辖区内签约家庭医生的老年人 共有39579名 经过风险评估后 细分成红黄绿三个风险等级 红色我们有915人 那这些人是我要重点关注的 那我们的家庭医生都能取得了联系 就给他建立了一人一台财账 这两周吧 我们也是帮助三个独居的老人转诊 那么这个也是得以我们前期 打通了这个一连铁的转诊的途径 从二三级医院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再到家庭医生 朝阳区支起了一张三级诊条的健康网络 并将全区划分为四个网格 成立了中部 东部 北部和南部 四个紧密型一连体 形成一连体网格化布局 在疫情紧张时期 朝阳区通过调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力量 使原本只有81个急救车组 扩充到了264个车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既承担了 基本的医疗还承担了重要的公共卫生 而且是离老百姓最近的这么一支 叫健康守门人的队伍 所以下一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 我们全区要进行一个网格化的发展 把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继续地来进行一个做强 在上海 强化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监测 加强用药和健康指导 提高就医效率 应对就诊高峰 在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 社区工作人员最近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与辖区内的老人 孕产妇 肿瘤放化疗患者等重点人群的联系 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 通过电话 视频等多种形式 增加健康监测频次 社区掌握了大部分重点人群的健康信息 而对一些需要药品或者现场探视的独居老人 社区工作人员还会上门走访 在江宁路街道 根据电话联系和走访探视 以及家庭医生反馈的信息 每天都会形成一份居民区每日一报表格 重点统计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的一个感染情况 还有80岁以上老人的感染情况 以及重点人群每天我们联系的情况 和应急情况的一个处理 一般老人感染之后 我们就从每天的一日一联系 改到一日三联系 就早中午晚都要跟他联系一次 那么问询他是不是需要带配药 是不是日常的日用品需要带购买 那么一般的用药都是严格按照 我们社区卫生中心的家庭医生的指导 老人来用药 那么如果情况不是很好的话 我们会第一时间能够发现 第一时间打拨打120 送他到对口的医院来就诊 目前上海在社区医疗机构 设发热诊室2594千 为了提升社区医疗机构的救治能力 12月29号以来 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新增吸氧位1711个 输液位2562个 病床665张等 各大医院与社区医疗机构 结队合作 通过远程会诊等方式 共同拿出救治方案 并对重症患者及时转诊 守好保健康防重症防线 各地医疗机构 调配资源优化流程 分级分类救治患者 保障极微重症患者 得到及时救治 甘宿省林桃县人民医院 统筹设备人力等资源 将所有科室划分为三个层次 其中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 老年医学科 感染医学科 心血管内科等科室 被划分为第一层次 其他科室的医疗资源 向第一层次的科室倾斜 针对农村来的微重患者 我们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 确保病人应收尽收 村民李冯元感染新冠病毒后 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家人将他送到林桃县人民医院 由于李冯元患有慢组肺 这次又出现了心衰症状 血氧含量偏低 属于重症患者 医院立即将他转到呼吸 与微重医学科接受治疗 目前病情稳定 现在我们给病人给了一个 无创通气的治疗 血氧保护度维持在93%到95%之间 治疗属于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 中间来啥都挺快 半手续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好转多了 近日 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 呼吸综合门诊向市民开放 凡有咳嗽 咽喉瞳孔 轻微胸闷症状的市民 都可以挂号就诊 门诊时间为上午8点至晚上10点 每天14小时 不间断接诊 不限耗源 接诊通道重点要保障 我们的急诊和微重症的人群 让他们能够得到 及时有效的处置和治疗 那么像我们的呼吸综合门诊 那么就作为我们一些轻症 还有就是我新冠以后 呼吸道症状非常多的这个群体 那么一些年纪比较轻的 那么我都分流到 我的呼吸道综合门诊 呼吸综合门诊 由呼吸科 感染科 全科等 多个学科的医生 共同作诊 轻症患者不需要再去急诊 或发热门诊排队就诊 从而实现轻症患者 与重症患者的分层诊疗 减少急诊拥堵 确保微重症患者 得到及时救治 本周冷空气的势力较弱 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逐渐回升 中东部大部地区 气温将逐步转为偏高 同时由于冷空气缺席 在今明两天 华北 黄淮等地雾和霾天气发展 局地有重度的霾 能见度较低 市民外出需要做好防护 注意交通安全 今明两天 我国中部地区的霾天气 仍将持续 预计华北中南部 黄淮中西部 坟卫平原 江淮 江汉 江南西部等地 都有轻至中度的霾 华北南部 黄淮中西部 和坟卫平原的部分地区 有重度霾 市民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6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上述区域扩散条件 较好 霾将会减弱消散 5号到6号受弱冷空气的影响 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 有3到6摄氏度的降温 并办有4到6级偏北风 阵风7到8级 内蒙古 中西部 甘肃 河西 青海北部 宁夏 陕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阳沙或浮沉天气 广东方面预计1月5号到6号 一股新的冷空气即将补充 强度偏弱 未来几天 广东以多云建阴天为主 气温日较差大 早晚较寒冷 天气干燥 注意室内外用火安全和森林防火 海面风力大 注意海上交通作业 滨海及海岛旅游安全 总体来说 未来几天 冷空气势力弱 大部地区的气温将逐渐回升 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逐渐转为偏高 6号到9号 江南 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可达20摄氏度上下 近日 人设部发布了全国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情况 全国14个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000元级以上 其中上海 深圳 北京位居全国前三 而进入2023年 还有一些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有专家表示 此举对保障和改善低收入工薪劳动者 及其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非常重要 从月最低工资标准来看 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590元 全国居首 其次是深圳 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360元 接下来 北京 广东 江苏 浙江等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 紧随其后 每个月就5到6千左右都可以的暂时 未来就要想一下 就是社会的一个平均值吧 我们的薪资构成也是浮动的 根据每个人做的事情的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 进入2023年 一些省份 例如河北 贵州两省 进一步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 对此专家表示 最低工资标准高低的变化 体现着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为生活最艰难最困顿的低收入群体兜底 让所有劳动者都能有尊严的奋斗和生活 因为只有提高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 对于保障我们这些这个劳动者的权益 特别是我们那些低收入群体的这个权益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因为最低工资 它其实是关系了大家的这个核心的收入问题 关系到大家能不能去这个养家糊口的问题 另外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 一些待遇也随之提高 包括失业保险金 试用期的工资等 根据劳动合同法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 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 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新年一时 海军各部队组织官兵开训动员 官兵们以过硬的军事素质对接未来战场 从新年训练的起步阶段 就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为全年的军事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某军港码头 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组织开训动员 拉开了新年度军事训练帷幕 按照命令官兵迅速奔赴战位 从舰艇编队海上演训到真打十倍的课题演练 官兵们用实际训练成效展现备战打仗的坚定决心 开年第一训 我们立足复杂电视环境 着演实战背景 组织对空对海对陆及综合攻防作战操演 最大限度发挥武器系统作战效能 提高了全舰应对多种威胁的处置能力 为新年度执行各项战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新年开训第一天 海军陆战队谋旅模拟真实战场环境 展开实战化科目演练 官兵们在战训偶合中查漏补缺 从实训实练中顾强补弱 确保战斗力落实落细 通过组织一系列实战化科目演练 为新年度军事训练树立导向 也为下一步针对性专业训练提供有力依据 新年度我们将始终坚持 仗要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仅仅盯住实战化标准 仅抓训练的细致末节 从言从难 把关考核底线 在新年度 我们将以全新的面貌 和昂扬的精神 迎接来自各项任务的实战检验 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的 海军第42批护航编队日照舰 也利用任务舰系 开展主副炮实弹射击训练 舰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 及兵力协同等多个方面的能力 得到有效检验 此次时兵时装演练 紧盯护航任务需求 在不到一小时时间内 先后组织主副炮对海射击 编队利用远海护航这块磨刀石 让每一名官兵都经受十打十的磨砺 增强官兵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抓住战机的实战意识 提高了舰艇指挥人员 应急主突能力 和官兵快速反应能力 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了 中国智能制造的新名片 如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卖到了全球各地 包括汽车的发源地欧洲 数据显示目前在欧洲 每十台新能源汽车里面 就有一台是来自中国的 2022年前11个月 我国汽车出口278万辆 超过了德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一倍 这是上海外高桥海通码头 一批国产新能源汽车正在依次装船 新能源国产汽车 这些信息的话都是记录在这个米牌上面 这批新能源汽车的目的地不是亚非拉 而是老牌汽车工业基地欧洲 针对出口量的提升 码头采取了板车预约机制 跟客户确认运输计划 提早预留场地提升了进港效率 此时的欧洲 中国车销量正盛 这里是英国伦敦 这家开在市中心的销售店 吸引了很多当地消费者的关注 安德鲁告诉记者 这款车已经在欧洲十几个国家销售 网点数量2020年还是65家 眼下已经接近650家 他们对这款车在英国销售十分看好 2021年销售量是3万辆 2022年是5万1千辆 新的一年 他们又有了新目标 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 出现在欧洲市场 在挪威 这款车今年刚刚交付 半年时间就卖出了一千多台 获得了挪威大中型豪华纯电SUV销售 第三的成绩 苏珊是挪威当地小有名气的高尔夫球手 她告诉记者 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 包括其中一系列智能化的操作体验 这款来自中国的新能源车 几乎满足了她所有的要求 数据显示 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占到了欧洲新能源汽车总销量的10% 物美价廉是中国制造的优势 但是国产新能源汽车能够在国外大卖 不仅仅是价格 还有更多的是来自产品本身的竞争力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电池 电机 电控 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这其中最大的竞争力就是来自电池 眼下全球动力电池销售前十的企业中 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 与中国电池企业合作是当下很多国外企业做出的选择 就在不久前 日本大发宣布将与中国电池制造商 在电池供应以及电池技术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随后不久 美国的福特 德国的宝马等公司也先后宣布 将采用中国供应商提供的电池包 那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走过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 那么我们的三电 大都是我们的企业自主研发的 那么产业化布局非常齐位 也支撑了国外品牌在中国的发展 在广州攀鱼汽车城 这条自主电芯生产线将在今年1月投产 如今中国的电池电机电控三电能力 已经在全球遥遥领先 当前的中国汽车产业 正迅速往电动智能方向进化 中国汽车品牌也正在重新定义新能源汽车 大量的科技的创新 大家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智能网链 智能复制驾驶系统到网链系统都得到了开速的发展 主要就是政策资本以及科技和市场共同发力 才有今天中国新年引领世界的一个现象的大臣 来关注国际新闻 当地时间三号因为生活成本的上升 引发多行业频繁罢工的英国 迎来了铁路行业新一轮的罢工 当地时间三号是英国新年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受到罢工的影响民众返港出行受到干扰 当天开始的新一轮罢工将持续五天 英国全国铁路海路与公路运输工会的约四万名成员 将在三到四号以及六到七号举行罢工 英国火车司机联盟的司机们将在五号罢工 对此英国交通大臣马克·哈珀 敦促铁路工会和雇主们回到谈判桌上 他说工会罢工的决定不仅损害了铁路行业 还影响了行业工人们的利益 英国全国铁路海路与公路运输工会 则指责政府干预去年12月的谈判 阻止双方达成协议 但哈珀否认了这个说法 除了铁路行业外 英国公交系统 公路系统 护士 救护车 医疗卫生服务系统 预计都将在本月开展罢工行动 尽管英国遭遇多行业罢工 加薪要求不断升级 但英国首相苏纳克坚持认为 政府只能给公共部门员工提供适中的加薪 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 仍在不断的恶化 据外媒日前报道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 全球有超过3.45亿人 正遭受或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的风险 是2019年的两倍多 报道称 粮食短缺和价格高企 正在对亚非拉等低收入国家 造成难以承受的痛苦 像阿富汗 野门这样饱受战乱的国家 情况尤为严重 此外 由于成本飙升 埃及 黎巴嫩等国 已难以偿还进口粮食的债务和其他开支 而即使在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 因战争而加剧的通货膨胀 也导致贫穷群体面临食物短缺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全球农产品重要出口国 俄罗斯同时是全球主要化肥出口国 受冲突和西方制裁影响 俄乌两国农产品出口均受到影响 去年7月 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与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协议 同意设立联合协调中心 对乌克兰股物等农产品经黑海出口运输提供安全保障 也保障俄罗斯粮食与化肥进入国际市场 俄乌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都不攻击运送农产品的船只 同年10月底 俄罗斯指认乌克兰袭击参与保障海上粮食走廊安全的俄方船只 宣布暂停参与执行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俄方还多次就协议涉额部分内容落实状况表达不满 指出俄方谷物和化肥出口仍因西方制裁遭遇组织 后经协商俄方同意恢复执行协议 当地时间3号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警察局称 当晚该是一家购物中心外发生了枪击事件 导致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警方称 初步调查显示 事发时有三人在购物中心停车场发生争执 随后有人掏枪射击 导致两人中弹 其中一名未成年人在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警方已将现场的第三人列为涉案人员展开调查 并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 进入新年以来 美国多地接连发生枪击案 造成人员伤亡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3号更新的数据显示 步入新年以来 美国枪支暴力事件 已经导致130多人死亡 超过300人受伤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国际快报 当地时间3号下午 英国首相苏纳克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苏纳克称 英国将继续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 最近英方向乌方交付的1000多枚防空导弹 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装备 以及作战物资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多次指出 美英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无助于俄乌冲突的谈判解决 据路透社3号报道 近期受冬季风暴影响严重的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遭到旅客起诉 称该公司在上月末航班大量取消和延误时 没有向滞留的旅客提供退款 西南航空公司3号在一份声明中 未对诉讼发表评论 但表示正在解决一些高优先级的事项 包括处理取消航班的退款 以及补偿客户因航班问题产生的费用 去年12月末 美国多地遭冬季风暴席卷 西南航空公司因极端天气取消超过15000个航班 韩国消费者院价格信息平台真价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通胀高企背景下 紫菜包饭 炸酱面 五花肉等 韩国大众餐饮2022年全线涨价 韩国企划财政部4号宣布 将投入大约300亿韩元 约合1.6亿元人民币 降低主要食品价格 在春节假期前稳定物价 据韩国统计厅数据 2022年韩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1% 创1998年以来最高水平 今晚先跟大家聊到这 想获取更多的新鲜资讯 您可以关注新闻夜线的触电号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